而云海国小9号和细致动态阅读协会合作 邀请花格格故事剧团和两位法国行动艺术家到学校来演出小丑音乐剧 小丑们丰富逗趣的表演不时引来台下学生们的哄堂大笑 学校期盼透过不定期举办的艺术演出能够培养学童的艺术涵养 并且丰富孩子们的学习生活 小丑们都去了演出看着台下小朋友们不时哈哈大笑 云海国小为了送给全校小朋友最棒的耶诞节礼物 9号上午与细致动态阅读协会合作 邀请了花格格故事剧团与两位法国行动艺术家演出小丑音乐剧 充满童趣的故事内容以及演出者丰富的肢体语言 让全校师生都看得目不转睛 很酷 因为就是他化妆化得很不一样 然后穿着也穿得不一样 小丑音乐剧也带给我们小朋友 在这个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很欢乐的一个气氛 让我们小朋友越来越走向国际 云海国小全校小朋友只有36位 有别于一般的学校 云海长年来致力于生态与艺术教育 校长刘世和表示 偏向的孩子不像都市的学童 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因此学校期待透过不定期安排艺术表演活动 丰富孩子们的生活 同时也提升大家的艺术涵养 我们学校主要是以生态跟艺术然后来串整个课程 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戏子的花格格剧团 他们今年有邀请法国艺术家两个行动艺术家来来我们学校 做一个小丑音乐剧 主要是带给我们小朋友有一些艺文的涵养 一个素养 然后提升我们小朋友的美感 刘世和校长进一步指出 云海国小每个星期五都会规划丰富的课程内容 除了艺术表演 另外还有户外探索 食农创客课程等等 借此让孩子们可以走出教室 培养多元才艺 记者声评咱们齐时定采访报道